这一次的金鱼角其实泡声融融 听到这音乐 爱看谈话性节目的人一定不陌生 但主持人怎么变了 101大楼会断成三节 三节 原来模仿的是刘宝洁 学动作 口气 抓着刘宝洁特色 果子前也大考哭搜 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LBJ刘宝洁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就因为刘宝洁特色鲜明 受好评 综艺节目频频模仿 连上节目的来逼也会模仿 傅老师你是说 然后就什么 美国为什么这样子 然后你真的讲说 是地球上做不出来的吗 是绝对不是地球做的吗 一定问题给他 我就发现我问你个问题 他就是又要问我问题了 这第一个 专门对我的口头惨 第二个 当我把答案一揭晓之后 他每次回答都是 真的吗 原来刘宝洁主持时 语气坚定带动作 站三七步 手一定会握之笔 在空中 两手携来切去 笔画笔画 PTT乡明更以LBJ 作为刘宝洁代称 口头禅也成了刘金宇 刘宝洁是刘金宇 跟招牌动作 在网络上先话题 乡明更以接力 搞笑对话 姑且不论综艺节目 模仿了像不像 综艺节目搭上 谈话性主持人 刘宝洁高人气 不止袭净 也增添节目话题 东升新闻 中国报道